这节里面我们会讲力的双加 力是怎样加在一起的呢 如果有件物件 有两条绳拉住它 一条绳是T1,一条绳是T2 这件物件其实是会同时间受这两个力影响的 这两个力可以看成一个等效的力 这个等效的力是resultant 什么是resultant呢? 就是这个力的效果是等于这两个力合成的 正如好像钱一样 这里有一块钱 如果我用两个五毫子和它换 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因为一元买到的东西和两个五毫子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叫做resultant 叫做等效 就是两个五毫子加买可以等于一元 那它们为什么可以等于呢? 因为它们有同一个效果 好了 如果力是要等效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们一早就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们要加这些力 简单的情况是如果它们是同一直线的 就这样做加减数就行了 好了,例如如果我们呢 这个是5N 这个是10N 那又如何呢?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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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加5 就是5N 那如果 这个是10N 这个是5N 那又如何呢? 这个呢? 如果 如果 再复杂些 这个是4N 这个是3N 这个是2N 那又如何呢? 这个会等于呢? 4加2 减3 等于3N 如此类推 那是一些很简单的加减数 这类的计法呢? 在我们以前 处理N2的问题 其实都用过了 没什么新意的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 就是 如果它们不是乘一直线 这里全部的例子都是乘一直线 这个要打横 这个要打直 那如果有两个力 是这样的呢? 那又如何呢? 那如果是5N 6N 两个力加在一起 是多少呢? 那是不是11N呢? 那也可能是1N 我们这里计算可以减可以加 那其实两个都错的 要计算这两个力的加法 是有另一些方法的 怎样能够令到它们加在一起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数学vector的 theory 我们要加在一起 这两个力 我们需要使用 law of parallelogram 力和displacement 就有些不同的 displacement 如果有人走路 我们这里走5km 接下来走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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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走多少呢? 记起来我们以前说 displacement 那时候 我们就会说 是这一条 那这个呢 是law of polygon 因为呢 那心呢 其实就是 polygon 最后一边 所以我们叫law of polygon 那这个就是 displacement的加法 displacement的加法 在force 是不太合用的 因为呢 force 是同时间拉住一样东西 就不是前后走路的形式的 你不能把6N 放到5N的尖 那里 这样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有少少不同 但是呢 小心点看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当我们有一个5N 有一个6N 如果不是加到同一样东西呢 你将它呢 计算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说 我有个人 有个5N 跟着呢 有个盒 是4N 你说将这个5N 加这个小N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它们不是加到同一样东西 根本说不到 什么是 result 什么是等效啦 那所以这个case 是不会加的 那既然呢 它一定是加到同一样东西 一定是这样的 那那个 result 呢 就是要画一个 parallelogram 出来 而 对角线呢 就是 result 如果你小心点 比较这个方法 和这个方法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呢 上面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就是这个三角形而已 所以这条的长度 和这条的长度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过呢 因为 走路呢 就是tip to tail的 头薄尾的 力呢 就是tail to tail的 尾薄尾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 有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但是基本上 换汤不换药 它们呢 都是同一样东西 而已 那我这里呢 要说明两样东西 第一呢 就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在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只能够 做实验去证明的 那做实验 一般来说 就会用两个弹弓 这样做的 当然这个要回学校才可以再做 怎么计算呢 其实 要计算这些东西呢 不是physics 这是mess 来的 这些三角形啊 tricholometry syncos 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一个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会用tricholometry 就是cycle size 这些方法去计算 接下来我们看看 example1 在151页 现在呢 它有支弓 蛇箭 好了 那支弓呢 就有两条 沿线的 那两条沿线呢 就会拉 支箭 这支是支箭啦 那两条绳 一条绳这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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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4N 嗯 这条题目呢 简化啦 就是说呢 这个角度呢 是直角来的 那好了 那它又问呢 那个resultant force 是多少 好了 那现在呢 有两个力 一个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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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4N 那这个是直角 那这个paleogram 是怎样的呢 那样画啦 画出来应该很明显啦 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方形来的 呃 长方形 Rectangle 都是parallelogram的一种 只不过Bessel Case 它都是parallelogram的一种 所以OK的 那对角呢 就应该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就是个resultant 那 那 长方形的特性 其实这个不是长方形 这个是正方形才对 因为两个都是34N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应该是45度 那 那resultant是多少呢 那 resultant如果我们说它是R 那 那你看回 这个 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是34 这个是R 这个是45度 那所以 34呢 应该是等于 R cos 45度 那 那 那 R呢 就应该是等于 48.1N 好了 那另外一个方法 去找个R 出来呢 就是 我们常常都会用的 Pyfetcus Phenum 那 那 那现在这个是34 这个是34 那 所以 R呢 就应该是开方 34的二次方 加34的二次方 那 所以呢 都是48.1N 那 那两个方法 其实都ok的 没什么所谓 综合呢 这一道的 结论 那 如果有两个力 一个F1 一个F2 如果它们呢 是双加 它们垂直的 它们双加 这个是垂直的 那 那 结果是多少呢 那 结果呢 就会是 Pyfetcus Phenum F1二次方 加F2二次方 好了 那 结果是 Vector 所以我们会有方向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计angle 那angle 那angle 是多少呢 就会用tangent来计 那 这个呢 就是将两个 不是同一方向的力 加上的方法 那当然 同学可能立刻问 我们会这样的 这个不等于90度的 那这种怎么计呢 这种其实呢 都是用这个方法计的 那但是我们要学多一点点 那稍后立刻会见的了 那就是Vector 那就是Vector 的方法计